克罗地亚两大主力或因伤缺占法国,世界杯决赛变得没悬念,克罗地亚与法国要为俄罗斯世界杯最高的荣耀发起冲击,谁能燃止大力神杯,成为万众期待。 然而,在决赛到来之前,各种消息分支踏来,而且都为不利于格子军团的消息,从八分之一决赛,四分之一决赛再到半决赛,克罗地亚球队,无疑是本届世界杯出战时间最长,也是打得最难解难分的一支球队,连续三长三十分钟的加持,这也就意味着比法国队多打九十分钟比赛。 此外,法国先赛一天,格子军团少休息一天,连日的辛苦作战,避免不了球员受伤情况的发生,在半决赛加持赛环节,克罗地亚主力左后卫斯特里尼奇,因为腿伤不能坚持而被换下去,赛后得知,他可能受到了大腿内收肌拉伤的情况,这也导致他能否出战决赛存疑,或不单行。 7月13日一大早,根据每日邮报消息,在半决赛奉献一传一射的佩里希奇也出现了大腿拉伤的情况,这样的情况并不难解释,连续高密度的比赛,让克罗地亚球员疲劳不堪,佩里希奇在赛后用冰带放在左大腿后部以减轻肿胀,他在决赛前能否恢复? 目前也要打个问号,两大主力球员出现受伤情况,出战状态都存疑,对于克罗地亚来讲,都是十分不利的消息,如果都无缘出战,这打击绝对太大,如果伤未遇而出战,铁定影响状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